下面一个问题 他听老法师讲经后学习体会 礼贯在跟陈相对时 万法皆空 执着淡了许多 四官虚空法界一阵状言 都是祝福如来清净妙色发神 平等和恭敬供养心生起 分别心淡了 请问若能常提起如是观 于四项上见礼 这里以后是否顺于 礼意心不乱的境界 你这样做很好 但是你心里都要有一个 礼意心不乱 思义心不乱 你不能拯救 为什么呢 你的心不真诚 你还有夹杂 完全没有夹杂的时候 才得到一心不乱 礼意心 你自己想想 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礼意心 思义心是什么呢 起心动力 还有分别 决定没有执着 那是思义心 你从这两个方面 你去好好反省 你就知道了 你看你这里还执着 这是不是礼意心不乱 就把你妄想分别执着 全部给提起来了 你一点都没有放下 你的功夫就不得了了 你现在得得得一点的时候 很快就会失掉 或者是变成了所知症 希望经要多提 现在有光点 反复多提 对你有帮助